厨艺厨艺而已 OK 我觉得还是 这个信念成厨艺什么厨艺克隆 懂吧 厨艺就是说 简单的去讨论一下厨艺 yes OK Vera, that's it 不过这个词 So, it's like this 所以,这叫常识型 这么说 OK,常识型 那么那么应用这里学过是吧 跟它类似的 什么叫常识型 实验怎么说 Experimental 这么出来吗 一样的意思 你这样写作文 可以这么用 experimental study 这种常识性研究 experimental study OK that's it 好 什么叫做tentitive smile 什么笑啊 不能以正常识的笑吧 怎么笑啊 这叫强迫的 或者叫勉强的笑 对吧 我们那天学过了 勉强 那个词怎么写 还记得吗 被迫的 真难受 对了 strength 这样词都一样 就说 哎呀 不太好意思 但是被迫笑 OK penitive OK that's it 好 了解一下 这个词 就说比较深一点 我们今天第一次语达了 next 下词 abolition 废徒 这个动词叫什么 动词叫abolish abolish 这个读音要变化 读作abolish 废除 OK 比如以前废除 当然你们知道 林肯 对吧 他强的是要 to abolish the slavery 废除什么 浓读制 OK slavery 奴隶制度 所以呢 slavery 这个词逐列以身 slavery OK 奴隶制度 yes 所以里面的名词叫abolish 废除 那么废除者有了吧 下面 废除 abolish 他这个作者加的 废除死刑 什么什么 死刑者 本来就要废除 主张废除的人 就行了 但是呢 主张废除什么 后面大家可以具体强调 好吗 abolish OK 这个词 我不再去讲 非常浓读制 都是个词 abolish 下个词 capital capital 叫什么 可处死刑的 那么死刑 how to say 你就这个词 造句 你说呢 死刑 how to say 死刑 capital what punishment 惩罚 这个是死刑吗 OK capital 那么请注意 在我们的 经常文学重要 写死刑 还有另一个说法 什么叫死刑 death 好 后面有词 马上就有 我们在后面有词 惩罚叫什么 penalty death penalty OK 死刑 就是另一种说法 death penalty yes OK 好 下面通过构词 你们把这个词 给我解构一下 what's the meaning 这个构词法 你们能把它解释出来 如果将来你考试 遇到这样一个词 最后不认识 but you can anime us 这是什么意思 好 我们划分 把这个地形 勾出来 对吧 它肯定是前缀 那么清楚了 这是什么意思 no 正好相反 right OK 至于capital 本来什么意思 脑 capital 本来是 手的 手什么意思 脑袋 就是 我们说你是一个主犯 you're capital criminal 懂吗 主犯 本来 它这么一点转译了 它说可处死 行了 这个capital 就是什么意思 能把你脑袋搬走 的意思 懂吗 所以capital本来是脑袋的意思 我们常说 一个首都不叫做capital吗 而是最高的 那么capital就是首都 或者是领 最高的一个阶层 那么看一下 capital 有点感觉吧 它像脑袋 然后地 把脑袋搬走 什么意思 斩手 这个意思 就是出死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样考试 遇到这个词 万一遇到这种词 就是你可以分析它 懂吗 就是通过一种方法 to make out the meaning OK 也是斩手 所以这个词 可以做分析 OK 处死 斩手 OK Next one upholder OK 支持者 很容易 这个词 看一下uphold 你把这个翻过来 hold up 是不是 举起来 举起什么东西 不就是支持吗 right OK 你别说 hold up the flag 举起红旗 对吧 hold 就是举起来 那么呢 支持者 叫 拥护者 那么学过 拥护者 还有另一个词 比较好用 怎么说 比较难 advocator advocator 这词 advocator 支持者 下面呢 我们还有一个词 叫proponent 这个词 我们学过 那个galileo那词 他的对手 反对者 还记得吗 就是说 我们对他反对者 要遇同情 当时学了一个 反对者叫 opponent 对吧 但是我可能 我提了没有 这个呢 叫做支持者 pro 注意啊 这是石头 pro 肯定往前立时 前并 进步 怎么说进步 progress pro就是靠近 靠近这个人 就是支持他 AOPP 什么意思啊 反对了 opposite 对吧 相反 然后oppose 反对 注意pro就是靠近 你是 你比如说 以前呢 我们有这样的人 叫pro Japanese 什么人 像日本人 靠过去 清日派 对吧 就是此 对 pro Japanese You can say 汪精卉 pro Japanese OK OK Well Chunky Shack You know Chunky Shack 讲解释 OK 英文叫 Chunky Shack It's what American 叫pro-American 对吧 清美派 OK That's it 好了 所以说 我们这个词 了解 两个词 这个叫 支持的 都叫 支持者 OK Next one 好 过了 Ebolismanist 这个不再去讲 先是 sentimentality 我们讲过 这个当什么 多愁善感 指人的什么 一种 at the bottom of the heart 对吧 这种feelings 心底的这种特质 就是说 你本身所用的性格 才叫什么 sentimentality 如果你一时用气 哪个词 emotional 会是吧 我们讲过 这个不用再追想 好吗 如果你比如说 这个人见到什么 比较痛苦的上面 他要落泪 那么叫什么 He's very sentimental 如果一人突然发了火 看到一个不带话 什么发火 emotional OK 下个词 model-headed 糊涂的 OK model-headed 糊涂 这个词没为什么讲 非常容易 OK 下个词 homicide 凶杀 这个词 我关键让你记一下 它的构词 OK 好 我们看一下构词 第一个是什么 homie 再个加side 好 我们看一下构词 Do you know homie 后面两个意思 它可以写成homo 这是拉丁词词词词 词词词 What's it mean homo means first person number two means the same 同类人 或者人 就是人的意思 或者同类 好 那么side 什么意思 kill side means kill 好 你看见没有 杀谁 杀人 要不呢 杀同类 一样嘛 都是杀人 Right OK 好了 所以这个词构成 你比如说 举个例子 看一下 homo 同类 是不是个意思 对吧 homosexual 我们图称叫gay 对吧 gay pray 这个不太好 这个不太好 同性的嘛 Right OK 所以同类之间 看见没有 所以这个当人的意思 homo就是人 或者同类的意思 Right OK 你比如说 我们英文中有个这样的词 叫homonym 这是什么词啊 你们叫anthonym 是反义词 对吧 name 是一个词的后缀 homonym 什么词 no 那synonym 是进一词 一分钟啊 synonym 这是进词 synonym 那么呢 anthonym anthonym 这是反义词 anthonym 那么呢 homonym 我告诉你 叫什么词呢 好了词啊 means with the same pronunciation but different meanings 同音 意思 有吧 好 写东西 怎么说 right 右边 right 意义 就是读音相同 意思不同 懂了吗 好 这叫做 同音 意义词 OK 同音 就是读起来一样 但是呢 不一样 所以OK 就像我们那天 不是造成误几吗 我讲那个east 叫母 对吧 我说flower 你们想想flower 这两个就是一个 同音词 它们叫做homonym 懂不 OK that's it 好 所以关键注意 是一个homonym的用法 那么syn 就是sha的意思 好 所以我们才有 这样的sha吧 你看一下 叫什么 杀什么 past past 害虫 right OK 还有把他害死 right OK 杀虫 记 好 知道吧 这么记 好记 OK past 那么还有什么 suicide sha叫one self 一个人 sha 把一个人杀了 自己杀了 自杀 right OK 那么还有呢 autoside autosmissile 自动 叫cord 力是 车力是 什么杀 杀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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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的这个杀 踩那个刹车 你要问 这刹的车不行 不是这个意思啊 break叫刹车 那么这个叫什么意思啊 这叫撞车自杀 它撞车自杀了 OK 俗语这词 不了解 就是你通过这个构词 可以记很多类似的用法 OK OK 非常好 忘文生意的记录很多啊 这个词注意一下 在这杀谁吗 这比较难 真的很难啊 这个词比较难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词 但是你知道这个 我告诉一下啊 Axorius 这个很难 Axorius means a woman is already very hard, very terrible, very ferocious. 这个女人太厉害 所以让她的husband感到什么 害怕 所以这个词意思是什么 害怕老婆的 那么就叫什么 我们就叫七管炎的 就这个词 Axorius OK 念作 Axorius OK Axorius 好了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